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任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学习 GCP8 博雅汉语的第十九课 如果有一天 那么我们先学生词 第一个 难吃 脆 稀饭 反应 劳 别人 照顾 关心 有味 味 千万 咸 臭 抽空 享受 爱 牙齿 咬 动 出生 忙碌 能力 人生 经验 读书 聊 未来 好 这二十六个生词 第一个 难吃 只是这个东西不好吃 而且是非常的不好吃 很难吃 非常的不好吃 第二个脆 很脆 确实的一个东西 你再轻轻一下 它就很 就断了 很脆 那么有些东西呢 你咬住它 怎么都不断 它就不脆 比如像有些那个饼干 那个奥利奥 你轻轻一下 它就断了 那么就很脆 第二个 第三个 稀饭 稀饭呢 我们也可以叫那个粥 就是在饭里面有很多汤 有很多水的那种饭 那么叫稀饭 那么有稀饭 它是这个饭里面有很多水 那么同样的也就有干饭 干饭 饭里面没有水 也是我们常吃的米饭 可以叫干饭 那么稀饭里面有很多水 有很多汤的那种饭 好 第八 第五 第四 反应 反应 我们一个人的反应 举个例子啊 我们经常做这边这个 有些人 你做了一下 他没有反应 就看你一眼 那么有反应呢 你做这 反应这样反应很大 那这是反应 比如说像我拿这个笔 丢过来 有些人 都一下就可以接住它 它的反应很快 有些人呢 打到了反应很慢 那这是一种反应 遇到遇到事情 我们身体 或是思想 做出的自然的一种反应 好 下一个 老 老 第一个指的是那个 人的年龄很大了 比如说爷爷 八十岁了 九十岁了 老 那么老孩的意思 呃就是你在这里做了很多年了 你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了 比如说你是学校的老人 那么只是你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很多年 老 好 第六 别人 其他的人 我 你 别人 其他的人 第七 照顾 照顾 那种人 像小孩子 老人 他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那么他需要吃饭的时候 我们给他饭吃 他需要水的时候 我们给他水 我们再照顾他 好 第八 关心 我们把这个人或者事情放在心里面 在关心他 那么像那个爸爸妈妈 你把爸爸妈妈放在心里 我们就在关心他 随时呢 担心他 关心 第九 有味 我们先讲这个味 一个东西 闻 它是香的还是臭的 那么这是味 那么有味 一般只是有那个不太好的味道 比如说一个人跑步 跑了以后呢 身上呢很臭 那么就是有味 一般只是臭的味道 不好的味道 好 第十 千万 千万那是一种语气 就是非常非常希望别人按照你的话去做 比如说 我们骑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这是一种语气 非常非常希望你按照我的话去做 好 这是千万 那么千万它也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一个数字 好 各时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这个呢也是一个数字 也是千万 好 第十一 嫌 那么嫌弃 当有一个东西你不太喜欢它的时候 走开走开 很嫌弃它 就不像有在在柬埔寨有很多那个奇套的 给点钱吧 给点钱吧 那种人 你看见了 走开走开 你在嫌弃它 或者有时候 你吃一个东西 这东西很臭 那么别人 闻着就走开走开 嫌弃 表示不喜欢的意思 第十二 臭 就是一种味道的 那个 很臭啊 臭 不香的意思 好 第十三 抽空 找时间 抽空做什么 找时间去做什么 找出时间来 好 第十四 享受 享受是感受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一个好吃的东西 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很享受 感受好的 再比如说你很累了 今天你工作很忙 学习很多 已经很累了 那现在你回到家里 躺在你的床上 你会感觉很舒服 或者有人给你按摩一下 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那么就是享受 还有那个 看到那个美丽的风景 眼睛看到美丽的风景 你觉得很舒服 或者听到很好的音乐 你会觉得很舒服 那么就是享受 感受美好的东西 好 第十五 这个爱 大家应该都会对吧 就是这个爱 应该都会啊 第十六 牙齿 这个东西 我们用来吃饭的这个 叫牙齿 第十七 咬 牙齿 一口咬下去 咬 咬 第十八 动 动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们人可以动对吧 如果人不能动了 怎么样了 死了 动 可以 我们人活着可以动 第十九 出生 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了 那么就出生了 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 就出生了 好 第二十 忙碌 很忙的样子 他做事情很忙 很忙的样子 就是忙碌 第二十一 能力 能力指的是做事情的本事 一个人能力好 指的是他做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一个人做事情做得不好 那么他的能力不好 第二十二 人生 我们从妈妈肚子里出来 到我们死了 这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们的人生 从妈妈肚子出来到我们死去 整个一起呢 叫人生 第二十三 经验 经验指的是一件事情 你做过以后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有经验了 有一件事情你从来没有做过 那么你不知道怎么做 那么就没有经验 像同学们应该都会骑摩托车 对吧 已经会了 已经骑过了 那么你们就有经验 知道该怎么做 事情做过了 你得到的就是你的经验 第二十四 读书 读书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我们看着书 把这个字读出声音来 这是第一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去学校学习 读书 两个意思 还有这里 二十五 聊 聊 聊呢 他一般会像这里 跟这个动词 呃 后面跟那个不 或者这个得 然后加这个了 表示可以做 或者不可以做 等得了 比如这个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看 不了 看不了 不可以看 看得了 可以看 看得了 可是可以看 所以这个了 加这个不 或者得 跟在动词的后面 它表示 呃 可以做 或者不可以做 啊 这是第二十六 未来 未来 还没有来到的时间 那么 还没有来到时间 我们一般呢 指的是很久很久以后 很多年后 比如说我的未来怎么怎么样 我有时候歌的名字叫 我的未来不是梦 不是你们听过没有 那么一般只是呃 你的梦 在很久以后会发生的 未来很久很久以后的 当然你说 在明天可以吗 也可以 像有时候天气预报 说是 在未来的三天里 柬埔寨会下雨 那么在未来的 就可以说 还没有来到的时间 那么这些是生词 那么生词呢 我们就 呃 学习完了 下面呢 我们开始学习 语法 语法呢 有五个 第一个 不在 不在 他表示这种情况 已经不在 出现了 以前 有这种情况 现在 没有了 举个例子 我不在 爱你了 那么以前 我 我是爱你的 现在呢 不爱你了 就是不在 爱你的这种情况呢 已经不在 出现了 以前是有的 现在没有了 第二个 动词一 者 动词一 者 动词二 表示在这第一个动作里 做着做着 出现了第二个动作 就是我们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 持续做的时候 做的时候呢 他出现了第二个动作 我们看电视 你很累 看着看着 睡着了 弟弟很小 走路 走着走着 摔倒了 你看走 是第一个动作 摔倒呢 是第二个动作 走着走着 摔倒了 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 出现了第二个动作 好 第三一个 动 动词加上不 加上了 动词加上得 加上了 刚才这里已经讲过了 表示呢 这个事情可以做 或者不可以做 比如说 我们吃 吃 吃 得了 表示呢 吃这个动作 我们是吃不了 表示吃 这个动作呢 已经不可以做了 你吃的很多了 所以我吃不了了 吃得了 还可以吃 吃得了 好 好 第四个 起始 表达小节 那么起始句呢 它都是 表示那个 命令呢 请求的一些句子 一些语气 比如说 你应该 什么什么什么 你应该好好学习 你现在应该在家里 怎么怎么样 还有那个要做什么 要加动词 你要好好学习 你要认真读书 你要吃饭 你要多吃菜 什么什么的 还有什么的啊 千万一定少 加上这个动词 都是表示你希望别人去做什么 我得回家了 你得看书了 别 你别玩游戏啊 要认真学习 别玩游戏 都是在跟你说 你不要做什么 千万 过马路 千万要小心 都是在 请求你 告诉你 要怎么怎么去做 还有少 少玩游戏 多看书 好 这是起始表达小节 都是在 表示命令 或者 请求的一种 说话方的语气 那么第五一个 时态小节 时态 表示一种时间的关 有关系的一种用法 第一个 了 表示呢 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 做过了 比如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 吃了 这个事情已经做过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 吃过了 第二个 过 它也表示那个事情 它一般会跟在那个动词的后面 吃过了 一般是那个动词 加上 过 表示这个动作呢 我们以前有做过 汉堡包你吃过了吗 我吃过汉堡包 就表示以前 我有吃过汉堡包 这个事情 我做过 下一个 有在 正 还有正在 这三个 都是表示 时间在现在 这个时间 正在做的 那么在呢 它一边 一般表示的是 那个动作 在做什么 比如说我在看书 它主要是说是 看书 这个时间 我在看书 在强调的是 动作 而正呢 它强调的时间 我正看书呢 它一般指是 现在这个时间 我在做什么 它强调的是时间 而这个呢 强调的是 在做什么 而正在呢 两个都有 都有强调 我正在看书 现在这个时间 我在做什么 又强调时间 也强调动作 再看一次啊 再强调的是 动作 做事情 而正呢 强调的是 时间 而正在 两个都在强调 我在看书 表示 我 强调是我在看书 看书这个动作 而正呢 我正看书 表示 现在的这个时间 我在看书 我正在看书 又表示时间 也表示 在做这个事情 好 最后一个呢 这 这呢 表示这个动作 正在做 我现在看着你 看着 一直在看 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是动作 一直在做 我听着音乐 听着 表示一直在听 这个动作 一直在做 所以是这个 所以是这个 所以一般是 动词加上 这 表示呢 这个动作 一直在做 没有停止 啊 我们经常会说 我听着音乐 写作业 听着音乐 听着 我们一边一直在听 没有停止 没有改变 动词加者 表示这个动作 继续做 好 那么今天 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这些了 生词和语法 那么同学们 在家里呢 自己复习 好好看书 好 同学们再见 再见